2023年即将落幕 全新24年1月的官方活动行程里正式亮相 届时不仅有久违的绝佳星爆聚焦时刻 零售三云竟还会带着全新装招式复刻回归 另外万众期待的暗影凤王也已确定逾越为举行暗影传说团战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JChannel 我是竹子 终上说述到底新一年的1月份会带来哪些惊喜 相关资讯在经过整理后将于影片中逐一分享 顺序方面只会划分为三大部分来细说 第一部分由1月的传说以及超级团战头目的更替情况 第二部分为聚焦时刻与团战约会的特色详情 第三部分则由特色活动的举办时间 并结合外写情报透露的对应亮点 左收尾 资讯整理不易 若喜欢稍后的内容 别忘了帮忙订阅 按赞和分享哟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GoGo 先聊聊第一部分传说以及超级团战头目的更替情况方面 1月的团战头目基本分为四大波来举行 第一波发生在1月1日至10日 传说头目更新为暴击文 点数目和飞落美朗 超级头目则是超级电龙 快速带一下相关头目的大致定位和使用价值 传说头目暴击文乃是PVP三大主赛十联盟的主流宝可梦之一 PVP中可用作上等的格斗系输出手 电数目如今只适合大十联盟 道馆或团体战属于电系的顶梁柱之一 至于飞落美朗马算是究极异兽中偏弱的一员 PVP不合适 PVP顶多算是中等的虫以及下等的格斗系输出手 超级头目超级电龙的前置形态勉强能用于超级高级联盟 超级进化后于PVP中晋升为上等的电系输出手 从1月10日起 传说头目更换为龙卷云灵兽形态维持至17日 超级头目则是超级恰雷姆持续至24日 注意 此次灵兽三云的复可回归是为同步带来全新中央招式 枯叶风暴 敏雷风暴和热杀风暴的 无论是哪一招其基础伤害和效果都一样 那就是PVP有60点基础伤害且百分百几率降低对手攻击一阶 PV1则是拥有140点伤害 目前暂时未能确定三云得到专用招式后的整体实力会提升多少 不过线下的龙卷云并不适合三大主赛式联盟的瑞翼赛事 PV1中算是中等的飞行系输出手 同期回归的超级头目超级恰雷姆 前置心态恰雷姆依旧是超级联盟的主力 超级进化后可用作中等的格斗或下等的超能力系输出手 紧接着从1月17日开始至24日为止 传说头目会刷新成雷电云零朔形态 超级头目为超级恰雷姆维持不变 传说头目雷电云的专用招式是敏雷风暴 目前依旧是不适合PVP的宝可梦 道馆或团体战中属于中上等级的电系输出手 得到敏雷风暴后预计会晋升成上等级别 1月最后一波的团战头目变动发生在24日至31日之间 传说头目由土地云零朔形态 超级头目是超级大钢蛇 传说头目土地云零朔形态所带来的中央招式为热杀风暴 未入手中央招式前已是大师联盟的主流宝可梦之一 PVE中亦是上等的地面系输出手 而超级大钢蛇的前置形态在本季被削弱招式后 除了依旧适合超级联盟 高级联盟更是排行79名的存在 PVE可用作上等的钢或龙系输出手 另外1月开始每周末6日的暗影传说头目 又又又再次刷新成暗影火焰鸟的复刻回归 咦 我又说又了 而且还是三次 好了 那以上大致就是1月的传说和超级头目变动重点 至于相关头目的具体定位 如PP的评分排名 最佳三维数值 又或是1月全头目的团战指南重点 像是最佳出战与克制宝谷选择 入手优先顺序以及入场券分配等详情 预计会在近期安排另一部影片 再做深入的分享和分析 看完1月的各大团战头目变动 接着进入第二部分 聚焦时刻与团战约会的特色详情方面 趁各大头目的余温还在 稍微先来介绍团战约会好了 1月的团战约会烙在每周三 当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举行 活动期间特定头目的传说团战将更加频繁的出现 1月3日有报机文 电数目和飞肉美狼的传说团战加倍出现 文星提醒 虽是团战约会 但究极一首还是会采用地区限定的设定 这也就意味着亚太地区的训练师依然只能讨伐到电数目 12日为龙卷云 零售形态 17日是雷电云 零售形态 最后24日才是土地云 零售形态 以上头目的基础定位和使用价值就不再持叙述了 无论是强片IV或是闪光版本的 团战约会一直都是最佳的时机 各位可根据自身所缺去出席相对应的团战约会即可 再来是同为周更变动的聚焦时刻方面 举办时间绕在每周二傍晚6点至7点之间举行 活动时间段中除了指定的特色宝可梦与野外加倍生成 还有额外的奖励加满内容 1月2日特色宝可梦有漂浮泡泡 额外加满内容两倍捕捉经验 漂浮泡泡这只殷勤不定的东东 还算是超级联盟的常客之一 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别的用途 而两倍捕捉经验的加满内容 乃是充等级的最佳时机 千万别忘了开启幸运弹做搭配啊 推荐出席等级为中 1月9日特色宝可梦一部两倍捕捉糖果 一部是目前购物中最多分支进化形态的宝可梦之一 各大形态在PVP或PVE中均有着独特的定位和使用价值 如超级高级联盟主流的月亮一部 大约联盟主流的仙子一部 PVE中上等级的冰系输出手冰一部 中等草系输出手夜一部等等等等 若还有缺锐形态的一部未及其 那请记得出席这一天的聚焦时刻啰 搭配期间两倍捕捉糖果的加满内容 预计眨眼间就能毕业 推荐出席等级为低 1月16日特色宝可梦拉鲁拉斯两倍传送糖果 又一只拥有分支进化形态的宝可梦 若进化成三奈朵勉强适合超级高级联盟 主推用于大师联盟居多 超级进化后除了是上等的超能利息输出手 更是线下的妖精系总输出伤害霸主 另一进化形态爱陆雷朵 随在超级高级大师三大联盟中达到实用评分 单斗不太亮眼 道馆或团体战中乃是中等的格斗和超能利息输出手 诗人提示 爱陆雷朵是还有超级形态未开放的 到时除了可以狩猎心眼IV或闪光版本的拉鲁拉斯 提早做准备外 也可在活动期间利用加码内容 帮使用到IV不美又不散的宝可梦做传送 以入手最大效益化的传送糖果 推荐出席等级为中 1月23日特色宝可梦尼尼丘两倍进化经验 最终形态连女王为纯PP像的宝可梦 超级高级联盟军事主流选择之一 而两倍进化经验的加码内容 不失为进化囤好的工具宝可梦来暴展经验的好机会 别忘了开启幸运带来征服进化获得的经验哟 推荐出席等级为中 1月30日特色宝可梦挨压球菇两倍捕抓星辰 挨压球菇进化成最终形态败露球菇后 只能加减用于超级高级联盟 但整体表现实在富裕置贫 它的最大作用其实是给予额外的基础捕抓星辰 没错,一只挨压球菇的基础捕抓星辰有500点 加上两倍的加码内容变为1000点 如果再搭配星星碎片即可达到1500点一只的捕抓星辰 经历了好几次的捕抓星辰加倍陷阱 至此终于要迎来真正正正的星报时刻了 推荐出席等级为高、很高、超级宇宙无敌高那种 往下来到第三部分 关于1月特色活动的举办时间及其对应亮点方面 正式开始前有必要先提醒各位 稍后介绍的内容除了会分享官方已确定的活动举办时间 而外还会搭配先前的外泄情报 来进一步透露相关活动的亮点 好让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整个1月的特色活动重点 并提早做准备 简单来说就是内容结合了官方准确的活动时间 和部分上未经认证的外泄资讯 封建各位斟酌观看 主要还请以官方热后的消息为准 首先1月举行的地下活动是1月1日至3日的2024新年活动 相关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推出全新的蝴蝶结胖丁家族 至于新年活动的全特色内容与重点预计会安排在近期的另一部影片中 在做深入的分析和分享 1月6日周六举行木木销色群热 限定招式以确定为疯狂植物 并同步开放全新专案招式 凤影 若想进一步了解居士塑销 得到两大新招事后的详情 可以老规矩 6日至10日有名为摧残奥德赛活动 看名字或参考回先前的外泄情报 暂时都毫无头绪 相关活动会主打啥东东 有想法的小伙伴们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一起讨论下吧 14日周日举行喜翠火爆所的团战热 几天前刚预测可能会是喜翠居士塑销 结果之下直接被啪啪打脸 算你厉害 若跟之前的喜翠大剑鬼团战热设定相同 到时估计会有免费的团战入场券 可以领咯 13日至16日迎来耀眼梦想活动 特色因事先前外泄情报中程提及 以妖精系宝可梦为主要内容 至于是否会推出任何新登场宝可梦 暂时不得而知 22日有多边瘦的经典色群热 限定招式为三重攻击 19日至24日除了有遗知的对战周 额外还有狂怒对战活动 从官发行程里把两者归类在一起的细节来做考量 狂怒对战活动的特色内容 应与对战两门息息相关 这也是为何其持续时间不止两天 而是长达六天之久 另外小弟不猜有个大胆的想法 各位还记得烧照前曾发生对战联盟遭遇奖励 出现暗黑球雷姆和厌白球雷姆的事件吗 两大形态的球雷姆在狗中已潜伏多年 为何早不流出迟不流出 偏偏选在近期突然出现呢 而且还要作为对战联盟遭遇奖励曝光 再加上GO首次举行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对战联盟活动 种种巧合结合在一起 实在很难不让人把两者联想在一起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说或许 maybe 狂怒对战活动和对战周 正是官方用于作为推出暗黑和厌白球雷姆的全新 对战联盟特色活动呢 额外补充下之前暗黑和厌白球雷姆事件的后续 相关宝库墓目前已被正式移除 受影响的训练师除了得到普通球雷姆 好一招礼貌唤太子啊 令还会得到250颗球雷姆糖果 5颗星星碎片和幸运蛋 以及25万的星辰 颜归正传 其实除了暗黑和厌白球雷姆的猜想外 还有一个可能性 便是透过结合本季的对战联盟主角 北上担任地下铁总管的背景 以及外界情报指出 普隆隆会于2月登场来看 或许相关活动指数会推出普隆隆也说不定 各位觉得呢 继续来到1月27日至2月1日有夺宝者活动 具体内容伪名 不过根据活动名称来判断 以抢夺他人财务为特色的对象 我倒是会直接联想到火箭队 而且期间的27日和8日周末两天 还有暗影凤王的暗影传说团战 由此可见 独保者活动预计正是火箭队入侵的延伸活动之一 至此有关1月的全变动更新 以或是未来可期待的特色活动重点 也就正式分享完毕啦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并未看到任何与今年关注GOTOR相关的活动 或许先前预测的超梦X和Y要正式泡汤咯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全新一年的1月份着实有些让人惊艳到 除了零售三云会带着全新专用招式复刻回归 挨压球股的新爆时刻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存在 另外去战奥德赛耀眼梦想 狂怒对战和夺包者这四大全新特色活动的内容 更是无比的耐人寻味 各位觉得以上的特色活动都会带来哪些好康呢? 官方首次开放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对战周又有何用意?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一起讨论呀 最后附上自制的1月活动型成立一栏图 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和方便热后查看 影片做个言论结果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那我们也接着下时间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